知名音乐人蒋三省的17岁儿子蒋荣宗 即将推出全创作音乐演奏专辑 蒋荣宗从小就接受了古典钢琴的训练 不到10岁就开始尝试作曲和编曲 未来他更打算进军演艺圈 成为全方位的创作音乐人 手指在黑白琴键上自意游走 串成音符从指尖流泄而出 带点巴洛克的古典魔幻风格 调动听众感官 中国风听来古艺盎然 让人想要细细品味 创作曲风横跨东西方元素 年仅17岁的蒋荣宗 首度推出全创作演奏专辑 大玩跨界的音乐撞击 我是把流行跟我在学术方面 学的古典做一个就是融合 那其实因为学学术 不管学学术或是流行方面 都是一定要很长时间的累积 从三岁就接受古典钢琴训练 蒋荣宗出身音乐世家 父亲是知名音乐人蒋三省 从小耳濡目染下 不论作曲编曲还是制作 在他的音乐路上 都有爸爸一路相陪 把作品拿出来之后 爸爸都会希望给我一些意见 他的看法 我会比较保有自己的那个组件 但是我觉得假如那个东西 那个意见会让我的作品更好 我是会接纳的 戴着耳机双手在情剑和滑鼠间 来回忙碌 蒋荣宗专辑里的编曲工作 完全不假他人之手 就在这间录音室里独立完成 那也是会有木吉他 那还有像弦乐 有如艺人乐团 透过电脑将不同乐器层层堆叠 要完成每一首编曲 不但要掌握每一种乐器的 音色和调性 还得找出它们最棒的搭配 在编曲的方面 我觉得自己像一个画家 那我觉得我加了什么音色下去 那整首曲子又会因为这音色 而改变它的样貌 演奏大提琴和爸爸蒋三省合奏 父子俩默契十足 蒋荣宗不只承袭爸爸的音乐天赋 现在也利用课余时间 接手歌唱训练 往创作音乐才子的目标 持续努力 记者艾虚乔大龙台北报道